看完这个视频,不需要油炸也可以做出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鸡米花了 准备一块鸡胸肉,切成小块,不能太大,屏幕里的调料全部放进去 抓拌10分钟,给肉做个按摩 接着加屏幕上的食材 继续抓拌10分钟 盖上保鲜膜冷藏一个小时 最后鸡肉裹上面包糠,放入烤盘 放入烤箱,好吃的鸡米花就做好了 一定要趁热吃,外酥里嫩 搭配番茄酱或者辣椒面也很好吃 一口一个,快来试试吧